不過吳扎縣最近在政治風暴上的原因 是他的機要口藝哥趙怡翔 破格外派駐美代表處 接任了政治組組長 這是一個相當於12職等文官的 政治組組長的這一個職務 那這個職務當然 各方面的薪資報酬都非常不錯 大概每個月有台幣將近27萬 那一方面是薪資很高 另外一方面是他的資格 是不是符合受到大家的質疑 因為他沒有考過外交特考 職等上是不是能夠做12職等的 文官的政治組組長 這個可能有問題 到底為什麼他可以跳過 資深的職業外交官 擔任駐美代表處的第三把交椅 除了駐美代表 駐美副代表之外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政治組的組長了 所以外交體系 有人認為這叫做 踐踏外交文官的體系 甚至傳出來原本吳釗燮 要派趙宜祥到駐美代表處 不是擔任政治組組長 是要讓他擔任駐美副代表 就是不是第三把 其實是要叫他做第二把 但是這個人事案 到了蔡英文總統那裡覺得 非常的不妥 最後才折衷說 那讓他出任政治組組長就好 所以吳釗燮是非常的重用 這個趙宜祥的 只是他的資格到底 是不是對於這個職務 是是財是所 大家有很多的疑問 吳釗燮在外交部部長任內 連斷了幾個邦交國 不管是多名一家 布吉納法索 薩爾瓦多 都是在他手裡頭斷掉 所以被稱為斷交部長 另外台灣幾個國際組織 也仍然是沒有辦法參與 這個包括民航組織 包括世衛組織等等 沒有邀請函 另外駐大阪辦事處的 前處長蘇啟成親生事件 到現在 大家對於外交部的調查報告 仍然覺得疑雲從從 吳釗燮也被質疑說根本管不動 就是代表謝長廷 另外在非洲疫情 嚴峻的狀態之下 吳釗燮以外交部長的身分 發了Twitter說 大陸連自己的豬都管不好 對於外交上面強硬的作風 是非常的明確 這麼多的爭議之下 吳釗燮會留任嗎 時間 我當然還是會留任 因為事實上 他並沒有什麼特別說大的 政策上的作為的錯誤 像我們親美有日合中的 外交政策 並沒有在吳釗燮手仗 有什麼沒做好的部分 像對美關係 我們一直都處得非常的好 所以趙宜祥的安排也是為了 斷交這三個邦交國非戰之罪 不過用口譯歌這個錯就是錯 我現在還是認為用口譯歌 到美國當政治組組長 這是不對的 沒有經過國家考試就是不對 可是他們有沒有修正的意思 應該會 我們再觀察個幾天 可是沒有用 其實馬英九 是起了所有這些壞例子的頭 馬英九是頭一個沒有 沒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 他民國71年去擔任 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的時候 他是到75年 他才用所謂的假等特考 而且還是用口譯去補通過的 所謂的假等特考 馬英九75年的假等特考 到民國83年的時候 王作榮擔任考選部長的時候 就把這個所謂奇奇怪怪的 假等特考就廢掉了 所以馬英九是我們國內 第一個黑官 第一個沒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沒有經過國家考試 就去擔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的 然後說口譯哥很年輕 去當組長 這是不對 不好 但是我們也不要以年齡 不要年齡去世 應該不是年輕的問題 他符合資格的問題 符合資格他還是應當去 但是那時候馬英九32歲 民國71年的時候他是32歲 他就去當第一副局長 而且沒有公務人員資格 年輕不是問題 資格的問題 所以現在在也與 孫子組長是文官 不是政府官 也與口譯哥不對的 不能說31歲就去當什麼 沒有人質疑他年齡 因為馬英九同樣32歲 同樣黑官 我們不要談年紀就對了 馬英九做的錯事多了 他任內派的注釋代史是不懂日文的 他也派他的金普中 去擔任助委代表 這是政治任命的特任官 馬英九自己承認說金普中 對 外交事務不懂 對 美國也不認識 他說但是金普中長期間 關心外交事務 而且金普中學習能力很強 表示馬英九知道說 金普中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他學習能力很強 去學習 而且說他跟外交唯一的關係 就是金普中長期關心外交事務 所以很多不好的事 是馬英九 是國民黨 你們起了頭 但是吳釗燮這一次 確實任用錯了就錯了 吳釗燮承認這個錯 不代表他外交部長在內 他的所有作為都錯 志堅 請問他有承認他這個錯嗎 我認為他們已經在修正 像他做了很多 他們外交部其實你冷靜去看 他們有做很多這個說明 比方說從薪水到任職的說明等等 他派一任口藝哥去 可是是館長任命他的 這邊寫很清楚 然後還有一點 我這裡面只有一點 我非常同意接受 就是說口藝哥 他有放棄了加拿大國籍 這是正確的 這是法律規定的 這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本來他總好過過去 總好過過去 這應該要做的事情 沒有放棄 應該要做的事情 其實我補充一下 因為堅哥今天的說法 跟前兩天有點不太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有說到 沒有 一樣一樣 我都一樣 我認為錯了就是錯了 不能說合法就什麼都可以 不是 他去當駐美 他去當勝出組組長 合法 但是不正當 不合理 同樣 不正當 不合理 去當駐美代表組 怎麼可以這樣 我在外交所 那老師 我補充幾個點 剛剛講了幾個例子 我很快講 金普聰 政治任命 陳思純 日文不太好 政治任命 還有人講說 高雄的那個叫潘恆旭 那是局長 也是政治任命 只要離開就離開 今天的這個Vincent 他去做的是 用政治任命去佔文官圈 有很多的文官 你今天任何縣市長的局長 他換了一個人 你就換 可是下面的那些專委 連總統府現在的 這個發言人是這樣 黃崇燕也是政治任命 林鶴明也是 黃靖穎那個都是 他是掛秘書 然後佔發言人 剛剛講到馬英九 馬英九那個時候 是戒嚴時期 是蔣經國時期 他去了 戒嚴時期就什麼都可以幹 所以 憲哥 你覺得那個是很棒的嗎 你不是研究評評黨國部 我覺得錯誤 好 那我就講 馬英九當總統這八年 有沒有叫政務官 去佔文官缺的 請憲哥告訴我一個 外交部 一個就好 我跟你講 金普通就是了 他是政治任命 不要混淆 所以憲哥 我跟你講 今天最大的問題在於 我們大使代表是政治任命 不是常任文官的 今天再繼續下去 其實國民黨真的就笑了 我剛剛講國民黨要小心這個 但是繼續下去 他就是外交無疑你 因為我已經在節目中 跟大家講過了 這個去年的Johnson當組長 下面還有副組長跟組員 他們面對一個完全沒有 經過特考歷練 薪水年紀都不是問題 口義跟不該去不試任 這個我跟妳看法都一樣 我們都批評過了 都罵鬼了 但是你不能講說那個什麼 金普通神思純跟那個 他們有要修正的意思 這個是一定要修正 因為這個會把我們的文官體系 破壞的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 這當然要修正 我們剛剛事件舉到馬英九 去擔任總統府的副局長的時候 那麼經過這個特考 其實這個確實是一個錯誤的事情 所以後來就修正了 也就是說以後不能夠再辦這種特考 為了某一些人而辦的特考 這個以後都不可以 所以也就是說以前做錯的事 糾正以後 我們不能夠再犯 過去同樣錯的事 對 重蹈覆測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 一個態度 以前錯了就是錯了 不要再犯同樣的錯 好 政治任命 這點事件還是要把它釐清楚 外交人員 外交人員 政治任命不一定要熟悉 那個當地國的語言 你看美國派出來的這一些大使 有非常多的人 完全不會使用當地的語言 例如說美國現在派到 大陸的駐北京的大使 就是駐大陸的大使 他是不會講中文的 他就是以前的一個州長 然後他跟習近平是有很深的關係 所以美國的總統川普 派他到中國去 他不會講中文 他不會講 所以大使不一定要會 當地國的語言 重點是在於 他跟總統之間的關係 是最重要的 因為他如果是總統最信任的人 他派到一個 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國家 去當大使 就代表這個國家 就是我們的總統最信任這個國家 這是一個 所以當時馬英九 把金輔聰派到美國去的時候 其實就像美國 釋放出一個強大的訊息 就是說他把他最親信的人 最信任的他的政治夥伴 派到美國去 代表他非常重視跟美國的關係 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在思考的政治任命上的問題 好 政治組組長 他是一個文官系統 要培訓出來的 文官系統在我們的外交部的訓練 考核是很嚴謹的 這點我想跟世間 還有跟我們的觀眾朋友 還有我們所有的年輕朋友 了解為什麼會引起 這麼大的一個批評 第一個就是外交人員特考 很難考 很難考 要通過的 通常要經過非常大的努力 外語要好 除了外語的基本能力以外 你的專業的知識要夠 通過這個考試以後 你還要派到國外去 再受訓一年或半年 受完訓一年半年以後 再回到外交部的外交人員講習所 再受訓一段時間 然後再調到部裡面 開始做歷念 一般來講要三年 三年完了以後 才開始派到國外去 派到國外去 通常一個單位 三年輪調一次 像美國那麼重要的一個地方 這麼重要的 跟我們台灣 有這麼密切關係的國家 通常在選拔的時候 都是從我們的外交人員特考中 選拔出特別優秀的人 派到那個地方去 而且常常都要他們 經過很多的歷念 然後在國外派了六年 回到部裡面 再經過三年以後 然後再派到國外去 才能夠擔任二密 一密 然後接政治組組長 外交部以頭認為這個職務 很多外交人是歷念了 20年左右 才去接任 更傑出的人 可能像森女巡很傑出的人 他可能十幾年他就得到了 那是因為他的能力特別強的時候 但是我們都知道 政治組組長是非常重要的地位 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任何一個大國 我們派出去的大國裡面 第三把交椅 對 它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 所以他當時如果是副代表的話 這是一個政治任命嗎 一般來 副代表 所以本來吳釗憲說是副代表 這還比較合理就對了 所以就是說 本來用副代表還比較合理 本來我們的副代表 本來副代表都是文官 這是民進黨上來的以後 就好像行政院有發言人 沒有副發言人 對 是一樣的 什麼都冒出一下 他就是副發言人 沒有這個編制 本來要判他擔任副代表 蔡英文總統就是說 這非常不妥 蔡英文總統的看法是正確的 非常不妥 應該是當代表 你沒有歷練到副代表 沒有歷練到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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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那些平息 我們大家看法都一致 我想不分藍綠 昨天都已經不一樣 那就應該要糾正 現在又幫我們再複習一次 那就應該要像他要 要撤回這個判決 我們更痛心而已 但是我要講 我為什麼剛剛特別 挑馬英九出來講 馬英九昨天也跟我們大家 一起劈狗一哥 他說這是災難 拜託 馬英九你是黑官始祖 你跟狗一哥 你們是黑官師兄 你不要再因人非得 買一個黑官的大師兄 來批評這個事情 所以最重要的是說 這件事情要不要修正 一定要修正 你自己都覺得這麼痛心 可是他們沒有要修正的意思 我相信他們修正中 但是現在還有更重要的事情 因為畢竟那是外管 剛才那個部長已經說 說這個是由館長來派的 所以我想館長 你會經過外交部同意 所以他們我想他們應該 有做一些修正 他就一定有做一些修正 修美代表現 我不清楚 我不清楚 我不是內閣 但是我再次強調 派議任他去當政治組長 是個錯誤 如果那樣可以行得通 那國家考試就廢掉算了 對 所以一個人士 是不是人才的判斷 有主觀跟客觀的標準 不能質疑你主觀 我認為他好 他不是出了英才 不是 你要有客觀就是國家考試 國家制度 所以我把我的話講完的意思是說 今天吳釗燮這樣做 那麼再推給理由說 由這個館長他來派官 這個破壞我們的文官體系 事情非常的嚴重 我覺得文官體系是不要輕易的破壞 尤其是這一些民進黨上來了以後 所推動的這一些政務官 要特別尊重我們的文官體系 這一點我們千萬拜託 所以我補上去 因為剛剛的堅哥第二段的發展 跟第一段有點羞 沒有 他第二段回來了 前後一次 我的意思是說 外交部的說明很清楚 因為我就是去質問外交部 外交部就說 這個工作執掌是由館長 他不能夠推給館長 你外交部長要負責 死館長非比館長 我跟大家負責任講 這不是推給館長 本來就是外交部長 他的意思是說 口一哥他是以秘書去派任 我同意 他擔任政治組長是館長指派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個表示有轉換 這不通 館長會去做調整 這不通 你政治組長這麼重要的位置 外館 館長不可能自己決定 他沒有跟部長報告 就自己決定了 這是總統都要知道的 大家通常知道 那個是總統的 是要謝部長的心腹 我跟大家報告 每一個局處 像尖閣在台北市議會 跟立法院這麼久 部會裡面一定會有文官 這個文官他做到高等 最後14值等的時候 他會對這個業務非常熟悉 不管政黨怎麼輪替 選舉怎麼選 來的那個局長部長換人 他還在那裡邊 現在的問題就是 Vincent他站的就是這種缺 如果他做的是 他聽了嚇一跳 以為開玩笑 沒有開玩笑 他如果真的當駐美代表 大家可以批評 就是他可不可以 但倒沒問題 那是蔡總統的權責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過去這段期間 沒有用政治任務去佔這個文官圈 也就是為什麼這個話題一直起 我跟監察報告 外交部年的反彈 比我們現場激烈10倍 因為我混了一輩子 我打拚20年了 結果居然來換駐美代表 我沒意見 因為國民黨 民進黨輪替 一定會換駐美代表 之前去無聰座 無召謝座 可是我最後的目的 就是那個政治組的組長 就現在連政治組長可以派了 那下禮拜連政治組副組長 都可以派了 所以他現在等於小孩玩大車 他會去領導那些 年紀比較大 十幾歲 他會經營更多人 第三點 這個趙怡翔 1月3號就已經去了 他1月7號就已經就任政治組組長 他做的就是文官圈 為什麼外交圈的基層怒吼到這種程度 都完全無法讓這個企業整個歇下來 就是因為這犯了一個非常大的錯誤 吳釗燮希望一個很信任 而且總統也信任他 他也信任總統人去 OK 你就去當秘書 然後你可能可以掛一個 像也有個議員點到 什麼台北市政府的黃靖穎對不對 像那個我覺得 因為觀眾朋友沒有辦法 黃靖穎就是個秘書而已 羅志強以前在台北 在總統府裡面他也是秘書 總統府沒有發言人 他就是秘書 但是他對外的工作叫發言人 像立文傑的事情 政院組織法裡面 他有發言人 總統府沒有 這樣就很清楚了 所以這些東西政治任命 你去政治的缺 但政治任命直接卡進文缺的時候 你會造成大地震會是天崩地裂 外交體系現在正在翻臉 第一個在外交系統 尤其在國外 美國他們是很講制度跟規矩的 你沒有這個頭銜沒有這個位置 他們不會跟你隨便接觸的 所以他們為什麼 一定要把他卡那個位置 就是因為 你把他弄一個秘書或是誰的話 他沒辦法跟他接觸 所以蔡英文總統有秘密任務 交付給他 因為那是壞的規矩 我簡單補充一下 王議員他非常成功的轉移焦點 扯到馬英九 跟他前天去扯那個金國先生一樣 很快就轉移焦點 我還是建議蔡總統 從選票的算計去考量 用這個人 對你的選票是加分還是扣分 很簡單 一定要把他換掉 我比較擔心的是這個口藝哥 會不會變成是蘇貞昌的內閣 會不會變成這樣子 廖化內閣 因為在2008年跟2016年政黨輪替前 就是陳水扁總統卸任前半年 跟馬總統那半年都一樣 觀眾朋友 不是我亂講 你去查 那時候很多落選的 國民黨跟民黨立委 去各部會隨便站個缺 反正我要政黨輪替的 春半年你來摸走 會不會變成廖化座先鋒 我們下禮拜一看到蘇貞昌 跟陳其邁 他們把名單彈出來 其實很多人其實不是人 像這個我覺得不是人 這沒什麼討論 口藝哥那個 很多人都已經寫文章在批評了 蔡總統你要順應這個名字 蔡總統現在很注意網路聲量 你去PTT爬文 爬口藝哥的文 蔡總統答案就很清楚 請問一下館長 不是助委的館長好不好 請問一下館長就知道 陳館長 不過在民進黨的新任黨主席 竹榮泰出爐之後 最重要就是接下來的立委補選 立委補選 現在民進黨大部分的人選 也都已經確定了 台北市這一個最值得關注的就是 柯文哲所支持的陳思宇 白色力量有沒有出現的機會 另外在新北市 現在民進黨也決定要徵召余天 國民黨非常有可能的人選 就是市委 打敗余天 你有信心嗎 我想現在還沒有確定 我們尊重黨部的一個安排 也尊重地方黨部的一個評估 還有地方人事 到底是李乾隆主委要親自上陣 還是朱俊曉前委員 他要領兵作戰 還有當地的一個議員 我相信市委是人選之一 有被徵詢 但是還沒做最後的一個反應 如果提名你 你有信心嗎 如果說提名我 三重跟蘆洲過去是我議員的選區 我也在這一個果菜公司 也是三重所在地 我也服務過三年四個多月 你想說如果說讓市委 來絞著三重補選的一個立委 當然我全力以赴 而且碰到的是 演藝界的一個老大哥余天 我會覺得講說 能夠讓三重相親 有不同的一個選擇機會 當然我也呼籲王世堅議員 你也不能一直給我媽 你這兩天的一個發言 我給你四個字 大意滅親 但是你今天這樣子講了這麼多 我給你三個字 辛苦了 但是就如同輝文兄剛剛所說的 轉移焦點不能夠改變 他七指等去佔十二指等的缺 這一個事實 公務人員就是要依法行政 所以說我會覺得講說 今天這一局的一個選戰 你看如果未來市委 有機會擔任立委的話 我覺得到立法院外交部 絕對要強力的一個監督 強力的建議